排行第一名的生肖 事業運勢可以說是最好的 財官兩望 不管是在財富或者是升官 事業等等方面 都是非常棒的 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屬牛的跟屬羊的 第一個藉由這個破財來擋這個災 花錢再去轉一下這個運 第一名是我們屬兔的 剛好運勢來到這邊 整體的運轉跟財運方面 大大的不管是財跟庫 你的獲利是非常有的 還有一個是屬羊的 羊的 志豪哥 你賺錢的機會又來了 阿南化生肖 沒看氣了了 大家好我是阿南 大家好我是大寶 日當就要補水康 我們這禮拜開始要減肥 還是要健身的 這個禮拜可以開始 先用食補來補一下身體 先不要管熱量了 沒錯 排行第一名的生肖 事業運勢可以說是最好的 羊 剛好呢 剛好呢 屬羊的名人 是我們太歲的山河 所以財官兩旺 不管是在財富 或者是升官 事業等等方面 都是非常棒的 館長也屬羊 館長 多方的運勢呢 都 多得利 然後呢 之前辛苦的 也都有眉目 也就是說 你之前所鋪陳的 事業跟運營的上面 都很明顯可以獲利 聖宏鼠毛的公約 今晚好 也開心 就是可以稍微的 大膽一點點 不要都QQ 因為你之前的付出 這個禮拜 就是你回收的好時機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屬雞的跟屬狗的 看似歡笑 但是呢 心中是有一點帶著憂愁 為什麼 因為可能面臨 整體的運營 膨脹 壓力 但是要懂得去紓壓 釋懷 自然而然在 在整個事業運勢 還有 多方面的觸角 都會穩紮穩打 算說 鋪得到 不要太窮 我們就把本分做好就好 沒有錯 那我們有什麼比較衝的想法 我們先撐著 對 在辦公室裡面先撐一下 是 生效比較不好的是 在我們屬龍的部分 它本身呢 在這個禮拜呢 衝動 是格外要注意的 屬龍喔 是有緩急的 忙因為休息一斬 就造成你的口哮 口舌之間 那產生了一些 瀉鬥 跟爭鬥的問題 這樣我有一個朋友 都要很注意 真的嗎 香蕉王尊家 噢 浮塵不定喔 香蕉要洗你了 所以大家 你如果沒看到的 麻煩 帥哥王菁姐來 想跟我們通報一下 對 快點叫他來 讓我們男哥 來蓋一下 蓋一下 是 那再來就是我們屬豬的 唉唷 掃管閒事 掃管閒事 把你的事做好就好 教你一個秘方 對 跟我一樣 穿一下紅色的衣服 破解一下 粉紅色算嗎 也可以 緩和一下 緩和一下 對對對 但是 以我屬豬了 抱歉 我就私心再問一下 但是如果就是有很多事情 就必須得去 面臨處理那怎麼辦 第一個 先把心情沈澱下來 是最重要的 那再來呢 你可以在手上 掛一條紅絲線 紅絲線這種 嗯 類似當 在左手邊喔 穿紅衣服 對我們最低的 對 跟我們俗上 牽制一下 自然而然就可以 避獲 呃 我們屬老虎的部分呢 格外的要注意就是說呢 欸 你的運是慢慢有在交托的 也等於是說 你之前不好的運呢 會因為 這個時候 慢慢產生了一些變質 那你只要把你的 之前不好的 這些 諸師不易的 事情呢 把它解脫 就是說 欸 晚上呢 多花一點時間陪陪你的家人 轉移一下你的注意力 自然而然呢 隔天睡醒 一杯好喊 又出門了 那以上呢 是我們的事業整個 行運的生肖 大好跟大壞 那緊接著就是我們的 健康方面 喔 我們的 鼠龍的健康方面 卻是排第一名耶 喔 超氣勃勃啦 喔 超氣勃勃 也就是說做任何事情呢 會因為他的身體的力型 可能睡飽了 那我就很想要延展一下 那 本身呢 在這方面呢 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腸胃 然後不要太躁動 那反而 反而會 去影響到這個 關節炎的這些部分 稍微再謹慎一下 那 這一個禮拜的 整體的身體狀況 就會好 再來再來 那第二名是我們數碼的 嗯 嗯 情緒方面呢 多方來講 身體健康的部分 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 稍微要注意一下 可能會有一些小毛病 那自然而然 本身 在這個禮拜 他有一個貴心 可以逢胸化解 喔 欸 那這個就是 在我們的行衝刻畫裡面呢 他去把它識 識破 啊 有一個貴心在相符 所以健康方面呢 就有一顆 很健康的心在護持著他 欸 對 那等於是說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類似自律神經 這方面 沒有錯 想不想找個方式來排解一下 對 那屬雞的是我們的第三名 那 本身呢 健康呢 在生病上面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要格外注意 這個禮拜呢 有這個天狗心路肚 可能必須要預防的就是 會有一些小小的血光之災 唉唷 那這個我們知道了嘛 怎麼樣去避 對 這個要緊 可能去捐個血啦 嗯 欸 或者是穿紅色的衣服 喔 去避一個紅 對 去避一個 欸 那自然而然呢 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切記不要去探避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屬雞的朋友要去 是的 那這樣說起來 戴個紅包帶 放在身上也是OK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喔 喔對 那比較不好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我們手提的 手提的又再來 要注意腦神經衰弱 要注意腦神經衰弱 然後發脾氣 再來的是什麼 你會把你不好的 這個屬性呢 身陷在家中 很喜歡在家裡呢 暴躁的 應對著你的家人 這個是最不好的 最不可取的 我們都全都手提 不要把你的工作 然後憤怒的思維 帶到家中 就是 必須要 修飾一下 對 對 再來的是我們 第二名 比較不好的 這個想處的 跟想好 要最 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高血壓 還有 老鼠最近呢 會突然間 暴影暴死 然後產生呢 食量過多 我們說的 都會病 這個禮拜就很容易顯現出來 對對對 那注意就是會有救病的復發 那自然而來呢 怎麼去避呢 趕快趁冬天去泡泡溫泉 把你的負能量排汗出來 家裡面如果有長輩是屬老鼠 或者是屬虎的話 要格外注意喔 對 尤其現在進入冬天了 老那個人 有時候身體沒有三高啊 一些高血壓 就很容易有這些狀況 嗯 關心一下 順順也帶四大 所以外面走走走 對 泡泡溫泉 嗯 那再來就是我們 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屬牛的跟屬羊的 第一個 藉由這個破災 破財來擋這個災 屬牛 花一點小錢去買一買東西 或者是買一些比較健康食品來做保健 藉由這個破 對 花錢來去轉一下這個運 對 對 這個我有認識屬牛的朋友 就是我們的阿伯阿 阿伯阿 阿伯阿 你知道我們這個牌齒還好 你可以買點東西請大家吃 還有呢 盡量避免有關金屬的東西 是很容易被割到啦 被傷到 唉唷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我們手忙經典的 我們就發起了啦 什麼的 這個還好啦 我們盡量去拼一下 喔 那就可以去化險為贏 這個影片 也再幫我們轉給阿伯看一下 你的屬牛的 要注意一下 這個禮拜幾年最好的就是 我們的兔子 喔 屬兔的朋友 貴人育人好喔 桃花望向 就是說 你做任何事情 可以主動的去執行 那自然而然呢 你的貴人呢 也會得利 不管是在我們的工作事業方面 或者是我們有心的追求 你都可以主動性的去問候 那很容易就被貼近 這是一個告白的好事 是的 那第二名就是我們屬羊的 愛情的荷爾蒙呢 會在這個時候呢 逢勃發展 反而是自己會 產生這種愛戀的感覺出來 男孩子的魅力 女孩子的魅力不一樣 撫魅跟魅力 自然而然就被感受到你的 積極跟進取 所以屬羊的朋友 這個禮拜呢 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優點 和本身一些個人人格特質 會散發出這種戀愛的光彩 有可能會吸引到好的緣分喔 可以多多注意一下 不要讓美好的姻緣 就從你身邊走過去了 譬如跟我屬羊的朋友 是 沒錯 那再來第三名就是我們屬老鼠的部分 魅力飆漲 在敘事待發 也就是說蠢蠢欲動 好好的建立你這個 這個禮拜的優勢 把你的優點呈現出來給另外一 一方或者是 多對老婆老公好一點 自然而然呢 就會有非常圓滿的 和氣家庭 還要來講我最不想說的事情了 那不會又有太甜的嗎 啊 太甜的 是我們最壞的頭一面 啊 好好好 來來來 快點 我還有什麼要注意 我現在穿紅衫紅衫 慘淡無精無彩 就是說齁 你的正面的 那種思維會非常少 那導致到人家對你的誤解 所以貴人也好 夫妻之間要多方隆忍 喔 自我調適 不然自己做困擾 不然自己做困擾 就是這個禮拜最低的朋友 安分收益 收本分就好了 對 沒有錯 那再來是猴子 喔 猴子 我們人格力就是猴子 你自己念自己在這個 這個比較可惜的就是怎麼樣 因為良幼不起啦 那預防會有一些爛桃花的沾染 而且我們的 創意文總統也太厚了喔 所以他再怎麼做 就做成 名字小林的困擾 喔 因為這個禮拜喔 這就是我們說的 貴人良幼不起 想要扶持的上不來 然後呢 貴人又不明確 然後小人呢 示意 尤其喔 這個 在自己事業這個關鍵時間 大家屬猴的朋友 對 還是假假跟主義人家比較好 重點是 你要建立你的團隊 跟你的家庭融合 自然而然你就會破 喔 破掉小人的謊言 那再來就是屬馬的喔 做什麼事情喔 盡量不要有後悔這兩個字 喔 做決定啊 你就相信自己了 對 那既然你選擇了他 或者是還沒選擇了他 多思考 嗯 就是說 我們要做決定之前 先做好準備 那如果真正決定下去了 就不要再猶疑不決又丟肚 不然你就很容易陷入苦戀 這真好耶 嗯 要相信自己的決定 所以以上呢 是我們這個 桃花跟貴人的運勢 那希望對你有幫助喔 那再來是我們最喜歡的 財運 欸 要快耶 來來來來 第一名是我們屬兔的 剛好運勢來到這邊呢 整體的運轉 跟財運方面呢 大大的 不管是財跟庫呢 你的獲利是非常有 還有一個是屬羊的 屬羊的 志豪哥 你賺錢的機會又來了 這兩個喔 是我們的財運方面呢 會比較多水的 就比較活水 來的財富 但是記得喔 不要因為你財來財去 就大肆地揮灑 再來第二名是我們的老鼠 財庫正開 理財事宜 也就是說投資方面呢 可以 稍顯身手 但是也不會太過揮霍啦 就是我們有找到一個投資的小方向 一個投資策略可以稍微的主動一點點 但是也不適合太過衝動 沒有 主動跟衝動不一樣喔 那再來是我們屬羊的朋友 上司交代你的任務 儘量做到最好 嗯 然後呢 剛好 吐克水為財運 所以呢 不管是你要 自立門戶 或者是在 自己的 現階段的工作氛圍 都會有一定的財富進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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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注意點 最少的 如果是這個太爹的 怎麼樣去面對 你有當時要嫁去一些較少的地方 譬如說去我們媽祖婆那裡拜拜 還是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去看了一下 一舉一動 在你的內心的 腦內革命的思維 都會有所增長 花錢要節制 不要為了滿足自己 或者是焦慮 然後呢 揮霍無度 那再來第二名是我們屬猴的跟屬龍的 經濟上面比較容易有一些糾紛跟財損的部分 那屬雞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第三名 那盡量尋找貴人來提拔自己 好好把工作做好 然後呢 你就會免於你失財的 因為工作核心嘛 你的財就沒有所謂的 贈與負的問題 記得學個借利使利 不要有很多錢 譬如說 男哥你救我五百塊 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借利使利要可以善用 是 那以上就是我們 這一個星期的 財運的生肖運勢分析 不知道對你有幫助嗎 祝大家好聞喔